我們談到另一隻車股 吉利175 這個朋友就11元有貨的 那就賺錢了 他怎麼算上網空間有多少呢 還是應該自賺了先 吉利就比起比亞迪來講 雖然去年份業績也不是特別好 他全年賣車也達不到目標 那個毛利率也有個下滑 但是他勝在的股價就在過去的年多 都已經有個很大的回調 那麼說他由接近三十幾元 就是三十元跌到接近十元 那麼那個回調幅度 比起剛剛講的比亞迪就大很多 還有你計算他現時的估值來計 那麼譬如你說去年盈利那個 往績PE就20倍左右 如果你說預期今年的盈利 有個比較明顯的反彈的 有個改善的 這個預測PE都是大概11倍多 12倍左右 那我又覺得如果你說以他本身 也都有一些電動車 也都有一些自動駕駛的技術等等 那麼這些估值又已經不是說算特別貴的 還有支持俄羅斯在三月 就是支持俄羅斯 烏克蘭事件在二月中開始 二月底開始發酵 那麼令到這隻股都有影響 因為本身他有不少車都買去俄羅斯 或者俄羅斯也都有廠 還有東歐也都有些業務 那麼所以對他的影響比較大一些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俄羅斯事件 能夠是慢慢好轉 甚至乎去到最後可以停戰 那麼對吉利那個催化的幫助 也都會更加大 那麼所以你問過以一個很短線 博去追落後 博回股價 有反彈 其實又是一個都可以想的選擇 那麼所以如果你有貨現在賺錢 暫時都可以先保住 但是這些股我就不建議 或者真的看到很長線 或者不要定一個很高的目標價 那麼我暫時看到 譬如去回可能13個領 至到可能頂了14塊左右 那麼我就會去到食股的了 你喜歡任何事情 但是你還是要做的 那些股內 不是說什麼 我的山姿 還是有什麼 在超過的 對 你說 我是不開的 你 是